台北市幼儿园狼狮出没 园长儿子涉嫌性情多名幼童 手机电脑甚至被查出 藏有于六百部不雅影像 行径令人发指 2022年事件陆续爆发 幼儿园在2023年被废纸设立许可 但身为狼狮母亲的园长 旗下还有另外一间拖婴中心 现在却被爆料 近疑似以员工知名借壳再上市 尚未查托于媒合平台上 拖婴中心旁边被注着园长旗下 就有拖婴中心的名称 只是负责人变了一位 社会局强调都有立即更新官网名册 以及公开资讯 拖婴中心所有变更历程 皆是透明化 负责人查无不可立案的情势 那依法规统一变更本案的情况特殊 网站公告透明 非法规规定要求的项目 无辜孩童遭生狼爪 受害人数至少一累击到20人 事件越演越烈 是否也被批失职 因为2022年7月就有家长出面报案 教育局接获通报调查 一个接着一个受害孩童浮出水面 但检方最后不起诉 直到2023年7月 有家长再告狼狮 幼儿园被搜索 才终于在10月 废止营业许可 停聘狼狮 长达一年的时间 狼狮竟斗继续交书 北市教育局表示 都有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但教保服务人员条例 2023年3月才正式上路 在此之前 碍于没有相关规定 无法在调查期间 暂停聘狼狮 调了一个月的监视器画面 没有相关的 不法的情状 第12年的3月1号 新法上路 没有告诉我们 幼儿园自己也没有 依照新法去停聘 8月份的时候 又罚了这个幼儿园的负责人 30万 狼狮恶行不断出没 北市幼儿园 一年多时间 却未被及时制止 无故孩童受害 全民痛心 庄地方若未博好漏洞 恐难辞其咎 记者李晴 陈轩台北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